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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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呢是沙特 沙特大家可能很熟悉 像他们的思想他是不一致的 他一开始呢是一个存在主义 就是说当然他自己反对 他和这个波夫啊两个人 是一个终身伴侣 他们没有那个正式结婚 但是他们始终在一起 就是说他们呢就是强调这个存在主义 原来呢他们是相信存在主义 然后从存在主义 他觉得存在主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呢就是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们自己从来不承认 沙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 也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 我沙特就是沙特 就是说我可以在解决这个 现实法国的问题当中 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思想 但是你不要给我扣上一个帽子 他说你会扣上一个帽子什么呢 你说我是个马斯主义或者是存在主义 那就说明什么呢 我是在马 一开始就是说在我的思想创造当中 你就给了我一个框框 好像把我框进去 我就在这个里面走 他说但是呢作为哲学思想的创造 它是不局限于什么框架的 就是说你真正要成为一个哲学的思想家 就是你的思想 你可以借鉴别人的成果 但是呢你必须是自己富有个性的创造 所以沙特的哲学就是沙特的哲学 既不是存在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但是人们为了这个研究他的方便 还是给他扣上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以致他们自己都无法摆脱 波夫尔在他的自传体里面就想 我们后来最后别人都这样说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也不得不这样子就是跟着别人说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他经历了一个 从存在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对于这个思想呢 大家就是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有不同的观点 就是说到底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因为这个沙特他们最开始 实际上在他们读大学生活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读马克思书 当时呢这个沙特自己去 就是说当时这个整个法国啊 是禁止读马克思的书的 就是因为这个大学的课堂里面 禁止学习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们就非要去看马克思主义 然后在这个看马克思主义过程当中呢 自己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发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啊 非常有吸引力 能够解决存在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他到后来的时候 所以他的早期的著作 早期的著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直到晚期的他的辩证理性批判 他才是真正走向这个对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这个呢 他们和这个时期的这个哲学家 他们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是有区别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至始至终都是一个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至始至终都是西方马克思哲学家 他们一开始就说 自己是西方马克思哲学家 是不同于这个苏联的 所以他至始至终都是这样的 而他们都是变化的 你比方说列菲夫尔 他原来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 然后转向了这个西马的 转向了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 沙特呢 原来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然后又从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来转向了这个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们可以说都是半截止的 不是一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和他们这个早期的是不同的 那么在这个法国哲学的这个影响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呢 就是 就是这个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除了法国以外啊 还有东欧的 为什么要把这个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 把它画到这个西马这个里面来啊 画到这个二十四十年到七十年代 这个西马这个传统里面来 因为这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他们在这个二战以后 可以说东欧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 苏联这个体系里面的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 他们在这个哲学的思想上呢 主要还是受到了这个 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影响 这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呢 实际上在这个四十年代以后 就是特别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时候 随着这个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啊 社会主义改革运动 特别是批判430以后 然后兴起的一些派别 那么这样一些派别呢 他就开始啊 就是接收的是什么 更多的接收是西方传统的影响 这个当时特别受到这个 一个是受这个法兰克普学派的影响 马尔库塞的影响很深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受这个法国的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很深 所以这样呢 他们在这个哲学的传统上 实际上是脱离了这样一个 苏联的这样一个传统 然后呢形成了这个这样一个派别 那么这样一个派别呢 那一个呢他就是这个我们 我们上面讲了这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 实践派 那么还有呢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呢 因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的扩西克 扩西克 这个我们书上都有啊 在这几个派别当中啊 我就是有一点他的这个发展的命运呢 和这个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有点不同 有点不同 一直到现在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境 也是提出来 我就提出来呢 也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西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他们在强调现代性批判的时候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资本主义 是西欧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他的目标是不是社会主义 他永远是社会主义 所以你这个他的目标啊 你没办法去否定他 没办法去取消他的 但是这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他就不同 他的批判对象是什么 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 他同时也是批判现代性 但是他批判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 他强调这个以社会主义的这个 异化现象为自己的批判对象 那么在这个批判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不断地在消解他的这个革命的目标 革命的目标 本来你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 你把社会主义作为这个批判的对象 你最后你的这个终极目标啊 就给消解了 那么终极目标消解了以后 他往哪儿去呢 就有一个找不到问题了 所以后来这个这个派别 后来就是在随着这个 后来在溃散的以后呢 现在呢 他有一个就是在现在啊 就是今年来随着东欧 东欧这个识别以后 这么多年来以后 人们在反思 就是因为东欧的这个状况 在进行反思的时候 他们又重新去找自己的 这个一个目标问题 所以又有一个 回到这个卢卡齐的 这样一个一个思想 因为卢卡齐在批判当中 始终是强调这个 无产阶级革命 强调这个社会主义的问题 所以这样呢 他们又重新有一个 重新寻找目标的问题 所以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的一个矛盾啊 就说当我用这个批判理论 来批判社会主义的时候 他是不是应该有 自己的不同的理论见过 如果你简单的 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理论搬过来 你的批判的对象是什么 批判对象是什么 以及你如何批判的问题 是一个我们今天呢 应该从他们的这个理论 教训当中啊 引以为思考的问题 引以为思考的问题 虽然是没有结论 但是呢 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是第四个阶段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第五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呢 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 那么这样一个 到了第五个阶段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 也就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兴起的阶段 也就是 英美马克思主义兴起的 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特点是什么 呃 我们知道这个 到了七十年代以后 到七十年代 特别是七十年八十九十年代以后 这个 产生了全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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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探讨的问题啊 全部是围绕着这个 呃 全球化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因素啊 全球化问题的出现 新社会 新社会运动的产生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的出现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新左派运动的失败 作为一个契机 本来这个文化运动 文化革命呢 是一个比较弱的 它和这个宏观革命 就是那个夺取政权的革命呢 比起来是弱得多 但是呢 这样一个革命 在西方都没有成功 所以引起了西方思想家的 重新思考 就是说 你这个革命呢 不是你主观上就能完成的 你必须要有客观条件 那么你就要研究 这个支配革命 使革命不成功的 后面的国家机器是什么 他就要找到这个 对最深层的研究 然后对这个社会规律的研究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出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要求啊 不要 因为这个沙特和联斐福尔 他们都是强调什么 人的主观价值 个体价值的实现问题 而你现在的转向了 对一个客观问题的 一个重新思考 客观问题重新思考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英美马克思主义啊 就发展起来了 发展起来了 科学马克思主义 英美马克思主义 发展起来了 那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呢 可以说也有欧洲大陆 和这个英美传统之分 那么在欧洲大陆呢 它的这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它虽然是强调科学性 强调理论性 但是呢 它同样是批判的 比方说阿尔都赛 阿尔都赛 它强调科学马克思主义 但是它是批判的 是继承了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 批判传统 但是和它比起来呢 在英美 因为英美本来就是经验论哲学的传统 就是一个非批判的 所以他们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呢 就发展出一个带有实证性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那么他们这样一个传统呢 就和分析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以及正义和道德的问题啊 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 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呢 它是以新社会运动为基础的 同时把马克思主义 和白美的民粹主义传统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发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因为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啊 可以说它随着这个苏联的解体 而终结了 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呢 是随着二十 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 然后呢 过渡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个新的时期 这些这样一个时期上 在这一个时期呢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发展呢 它形成了一个特点 除了思考这个全球性问题 围绕全球性问题的思考 还有一个呢 就是政治民主的一个建立问题 政治民主的建立问题 因为这个在苏联解体以后 这个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说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呢 进入了一个重建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个时代 进入一个重建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 也可以说世界呢 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这样一个时期 相对和平的时期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上呢 关于只要是在和平时期 这个民主政治的建立 就毕竟是它的最主要的论物 它的论物就 如果是在革命时期 革命肯定是最主要的这样一个课题 那么到了这个相对和平时期呢 它的民主建设的论物就提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 很多人呢又反过来了 就要思考这个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啊 还有这个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资源 就要进行重新思考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马克思哲学啊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它在这个原创性上呢 也开始从西欧从法国啊 转到了英美 英美呢它成了一个 不是说这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 以及欧洲马克思主义没有了 而是说呢 它的这个原创性的重心呢 发生了一个转移 所以英美在这个时期啊 成了一个 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创造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 最重要的阶段 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问题 最后呢我们讲一下啊 就是简单讲一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这样一个研究方法 这个研究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啊 就有一个啊 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研究的意识 研究的意识 就是说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比方我们学习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 我们就通过哲学史 来学习哲学 是吧 通过哲学史来学习哲学 这个黑格尔呢 他在讲哲学史的时候 他讲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说 这个哲学史就是哲学 强调什么 哲学史里面要有哲学 要有哲学 哲学史这本学科 它应该是属于哲学的学科 所以你讲这个逻辑的东西 应该首先它是 这个逻辑的东西 不是别的逻辑 不是法的逻辑 不是经济的逻辑 而是哲学的逻辑 所以你必须要讲的是哲学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有讲 那么从哲学史这本学科上讲 任何哲学都是从它的 前史的哲学中产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哲学的研究 现时代的哲学的研究 要离足于哲学史 你要用哲学的语言来讲 这个看待现实世界 说现实世界的问题 你就要在哲学史里面 去找哲学的资源 它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 就像马克思说 这个自我意识研究之所以重要 因为你在这个任何时代 你要解决现实问题 哲学要解决现实问题 哲学要解决现实问题 就必须要有自我意识 来通过这个自我意识 来说明人应该怎么去批判现实 你应该往何处去走 这就是自我意识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 它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是在哲学的 这个传统里面讲 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哲学研究是如此 中国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也应该有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概念 如果你抛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你可能研究的是 现实在的问题 你讲了 但是你讲的不是哲学的问题 或者说更重要的 你讲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你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么在讲 它的语言是什么样的 它的思维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思维训练 就是要训练一种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 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来批判现成世界的方式 要学会这样一种思维训练 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在做哲学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个哲学史的这样一个基础 除了找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的基础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要找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基础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训练的 那么第二个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是一个问题意识 是一个问题哲学 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一定要有问题意识 就是我们不能从一个概念一个概念 去追索它的概念 而是要追索它的问题 这个包括它的哲学史的问题 它的理论问题 它的能物的研究 以及能物的研究和评价 以及它的哲学史研究的这个起点 特别还有一个它的哲学传统的问题 它的哲学传统 我们会讲的时候 我们在每一章 会讲它的传统的特点是什么 每一个传统有自己的核心范畴 有自己的核心问题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把握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们要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历史主义方法 就是说要研究的时候 要看到要结合它的时代背景 要结合它的时代背景 要结合它的时代背景 我不能把这个时代 我当然我在叙述的时候 我不能全部讲时代背景 但是我不能忘记它的时代背景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 分成不同的时代 因为它们有不同的时代背景 它们面临的问题不同 它们解答的问题不同 所以它们的这个哲学的提问方式不同 思维方式不同 批判的对象也不同 运用的范畴也不同 所以你如果不把这个 没有这样一个历史主义观点 你可能就理解不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现代性 一讲就以为 这个现代性就是一个 从现代化运动 把这两个概念搞不清楚 其实不知道 现代性刚好是和 城市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和能不能对消费问题 对现代 这个能不能生活方式的 一种思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把这个背景抽掉了以后 你可能研究的 好像是在做研究 但是你研究的不是一个真问题 而是一个假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 要有一个历史主义的方法 第三个就是 最后一个 第四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 这个史料的掌握和 原著的阅读 我们强调 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已经强调了 就是我们要 要阅读 这个 要阅读这个 教科书 这个教科书 对我们训练很重要 但是我就强调了 这个教科书里面 也有很多一些 史料的东西 你是需要掌握的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 如果有条件 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读一点原著 加深你对教科书的理解 教科书的理解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